哈喽射手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e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呢 双中能量用式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各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好吧 OK 首先呢 我个人会看到 就是我不知道 你们所居住的地方 有没有甘蔗这个东西 好吧 OK 最近呢 可能有一些朋友 你们会特别喜欢吃甘蔗 或喝甘蔗汁 或者是用蔗糖之类的东西 反正就是跟甘蔗有关的制品 都会有 应该都蛮有兴趣的 我还记得以前 有出过一种糖果 是专门用甘蔗去做成的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 最近是不是身体 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也有可能你所在的地方 它是没有办法 有这个甘蔗的 可是你身体 就是非常想要吃这个东西 OK 好 那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 的开场讯息是呢 不好意思 我再插播一下 最近射手座的朋友们 也会特别喜欢吃乳肉饭 就是那种肥肉啦 猪脚啦 等等之类的 也会蛮容易引起你的食欲的 好不好 OK 好 那第二个 要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 的开场讯息是呢 这两个三周 我觉得你很适合粉红色 或者是红色系列都可以 粉红紫色也可以 OK 我根本就感觉 这个颜色 或这个水晶 或服装饰品配件呢 可以让你的心胸 比较开阔一点点 我觉得这两个三周 你可能有些人 你们会感觉心口闷闷的 就是有点没有敞开心胸 或没有到很 这种 很情绪高抗的感觉 这个颜色可以协助你 好吧 OK 好 那第三个呢 要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 的开场讯息是呢 最近如果你们有开车的人呢 要特别注意 有关于引擎 或者是轮胎的问题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你可能要稍微去保养 也有可能你最近的 保养时间到了 OK 所以不要拖 可能会检查出一些状况 需要换换零件啊 或者是可能换换轮胎啊 等等之类的 要特别注意 OK 有一些人 你们是轮框 出现了一些问题 OK 好 大概是这样子 OK 其他没什么太大的 额外讯息 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 你的双重能量因素排卡解读 首先呢 这两到三中 你的挑战排卡是 前必女王 这三种能量排卡 分别是 过去 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世界排卡 OK 好 那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传讯之后 来告诉 射手多的朋友们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 你能量场上面呈现跟细节 OK 好 请稍后 OK 行 我觉得射手多的朋友们 蛮不错的 难怪我知道为什么了 你这两到三中 需要有点粉红色粉紫色 这个颜色 的确 这个关卡大概在这 然后这个成果大概在这 我给你看一下 好不好 可以来 首先呢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是前逼二 权杖九 然后还有权杖五 OK 这三张牌卡 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 其实这个权杖九 加权杖五 象征的是权杖四 我觉得某部分的 这个射手多朋友们 可能正在架构一个 你想要的 比如说比较安稳的生活 或比较稳定的工作 或者是情绪 甚至是一段关系 OK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你很努力 然后你很想要得到成功 因为呢 这个权杖九呢 其实这个人拿着这个权杖 这边四根权杖一分为二 就是这边一派 这边一派 我觉得呢 在中间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是件梦想或目标的 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是人 就是你们两个 都希望朝向一个 比较更稳定的方向前进 比如说是创业的话 是跟你的合伙人 比如说你们要共同的想法 那如果你是在追求一个梦想 OK 那我个人会感觉 你就是很认真的 在把这件事情 能够去显化或实现它 OK 那这个权杖五呢 加上这个手上这支权杖 象征的就是权杖六 OK 这个比如说高光时刻 或者是比如说 这个好的成果 在目前现阶段呢 是正在努力而已 还没有来到一个 就是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我觉得成绩 那这个钱币二呢 象征的意思是说 你看这次你骑在马上 然后呢 手上有两个钱币 就是说这件事情啊 有一点像是如火如荼的 在进行 而且有点可能 没办法停下来 比如说这段关系已经展开 或这个合作已经在谈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磨合 可能要怎么样去创造成绩 可能要怎么样去签这个合约 或怎么样去谈这一场恋爱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试图在这个 就是调整的过程 或追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保持一个平衡 那保持平衡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你也在事实的 做出一些必要性的这些选择 但是呢 你注意看到 这个马 它是在沙滩上面奔跑 旁边呢 这些都是海浪 OK 这个海浪旁边呢 还有两只非常小 大家应该看不太清楚 这边有两只海马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牌卡给我的一个能量场 有点感受像是说 在这样子的状态里呢 你的情绪啊 其实是会跟着这个海浪 起起伏伏啊 所以你看到 这个马是有点惊险 说我这个海是不是要泼上来啊 或者泼到我啊 但是呢 我个人又会感觉 你不要太担心 因为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 人事物世界梦想或目标 你们就像两只海马一样 海马呢 它就是选一个人 它就配对终身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很清楚知道 为什么你要投入 或者是为什么 你要在这中间去磨合 或者是去沟通 我觉得你很心知肚明 知道说这件事情 它是有展望的 OK 所以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是Herofin Empress 还有圣碑石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啊 这边稍微要有点 付出努力一些些 行动要多一点点 想法也要能够迁就一点点 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这个圣碑石啊 象征的就是 这个我刚刚有讲嘛 你们这边有两个海马嘛 意思就是说 来到这个现阶段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像是 你们两个之间 或比如说投资的工作 追求这个梦想呢 来到了一个 比较明朗的一个阶段 OK 比较明朗的阶段之外呢 最重要的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合作 或者是共识呢 已经差不多来到这边呢 我觉得算是 已经可以拍板定案的 但是呢 来这边有一个Herofin 以及这个Empress 这两张牌卡呢 其实象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现阶段能量场 你好不容易孕育的这件事情啊 终于有了初步的结果 而且重点是 你们某些人哦 可能会在这边 得到你想考到的证照 或者是比如说放榜了 或者是比如说 有一个新的头衔 要颁发给你的 所以某部分的人 会接受到这些好消息 然后呢 有些人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 这一招Herofin 象征的也就是 有点像是commitment 有点像说 我愿意去承诺的这件事情啊 终于来到了一个 开花结果的一个阶段 终于来到一个 丰盛可以丰收的一个阶段 OK 所以呢 你的挑战牌卡在这边 就是一个前臂女王 这个前臂女王 给我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 你接下来 比如说你拿到证照了 你考到就是 你要的学校了 或者是这个证照 或者是去 梦寐以求的这个梦想的 这个工作 都拿到手了 OK 那拿到手之后呢 这张牌卡是在挑战你 OK 挑战你 你要接下来 如何利用这些资源 或如何利用这个工作 或如何能够在这个 你所交手的这个相关状况 状况人事物当中呢 让他能够持续 按照你原本想要 这个方向去前进 这是你的第一个考验 OK 第二个考验 就是说 你要如何能够 更加的独立自主 在这个跟你交手 相关状况人事物当中呢 去展现出你的价值 或者是你能够做到的事情 或者是你能够给予的协助 这是第二个考验 OK 第三个考验呢 我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这张牌卡 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特别 他们要射手座的朋友们 去学习 不要在乎别人的阳光 就你像说 比如说假设 你当初要考这个证照 考了三次的滑铁炉 别人就一直笑 你说 哎呀 有什么好考 你考三次的滑铁炉 这个就是 你要如何能够去 经历这件事情之后 学到一个课题 就是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但是要在乎你的梦想 或者是要知道 你要去的地方 OK 所以呢 某部分的人呢 你可能 这边有一个小众讯息 你非常有可能 是要先经过这个挑战 你才会走到这里来 OK 这边是他们刚突然 临时插播的 大部分的人是按照这样子走 但另外有一派的人是 你的挑战牌卡是在这 你先经过这个挑战 不好意思 要出镜了 在这个挑战 你才会走 开始走这个面向 OK 所以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的 这个是钱币骑士 抽到的是月亮牌卡 抽到的是钱币骑 那这个钱币骑 加上钱币骑士 象征的是钱币吧 就是如同我刚刚给你讲的 你这个钱币要怎么放 OK 而且呢 你要放的这个状态呢 你要仔细的去考量 怎么去做一个分配 好 你看这两个人都是在思考 在考量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就有点像是说 你要如何利用 你拿到这个症状 头衔 这个工作机会 梦想等等之类 或资源 去做好一个分配 在未来 这个就是你接下来 要进阶的第二步的挑战 然后呢 你的月亮牌卡在这里 这是一条必须长途拔设 一条道路 然后呢 他们也要跟我讲 你在这条道路上 所面对的 并不会比较少 就是说 这条道路 你说我前面已经很努力 那后面怎么样 对 但我必须跟讲 这边是已经准备 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你在这边遇到的 这个曾经纪录 比较不会那么死 不会 对不起 不会比较少 OK 而且最重要是 我觉得很有趣 这张牌卡 你不要太担心 我觉得某部分的 这个是我做朋友 有些人会嫉妒 跟羡慕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是别人 别人在你身上的一个投射 他们有一点像是说 很嫉妒你 很羡慕你 然后呢 重点是 你会顺着这一条河流 继续往下走 然后到这边 这边有很多数目 所以这些数目呢 就是你想要开花结果的 OK 这个就是这棵树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像这一个 来到更下一个阶段的 这个Herofin OK 所以这个树 是在后面等你了 所以我才会说 现在是准备要进入到 第二个阶段的 但是中间 你要披荆斩棘的 这个路还是有的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未来的事件 是世界牌卡 OK 这个世界牌卡很简单 就是你正在创造 你自己的世界 OK 孕育你的世界 我先跟你解释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 你注意看 这个女王牌卡 它是没有怀孕的 但是这个世界牌卡 这个女生 它是有怀孕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 你现在只是在铺路 你只是在铺陈 你可能只是 刚拿到头衔 拿到证照 拿到新的工作 所以 真正要往下一个阶段 其实在前面等着你 好吧 这这这 OK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 宇宙验证牌卡 那宇宙验证牌卡 会来验证 我所说的这些 能量场的细节 跟内容 顺便来验证一些 增结点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 等一下最后 还有其他的 额外补充讯息 好 来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我们收到三张的 前臂5 然后 女祭司 然后还有这个 保健国王 OK 好 这个前臂5 加上这个女祭司 还有保健国王 我先给你看 你这边是个 前臂5加前臂 而象征是前臂7 你这未来 其实也有抽到一张 前臂7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现在怎么样去架构 你才会有那样的未来 这样可以理解 OK 好 那这个前臂5 给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说你看 其实你是有很努力的 在这边付出的 OK 只是中间 到底要拆哪个考题 或者是要去哪个公司 或者是比如说 要跟谁合作 这个就是一个前臂7 你要持续不断的 努力去投入跟选择 并且让这件事情 能够持续进行 这就是为什么 你的前臂5在这里 OK 因为前臂5 加另外一个前臂5 象征的是前臂10 就是你现在交手 相关状况人数 你们要一半一半 互相 契合互相 共序互相 能够 那叫什么 媒合 OK 那来到这里呢 这边有一个宝剑国王 这个宝剑国王 你可以仔细看 他拿着一把剑 后面有两个保镖 很好笑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保镖 不是应该站在前面 保护主人吗 主人保护两个保镖 OK 他们要我跟你讲 一件事情 他们说呢 这张牌卡 需要告诉你 勇敢的向前 去做出你的这个决定 这张牌卡 有点像是一剑定江山 有点像说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愿意 拿着这个明星的 这个宝剑衣 就是我决定 我想要一个新的开始 我还是要努力重新 比如说 再去试看看 这个考试 是我想要的未来 比如说是这样 或者是 比如说 这个保镖衣 象征的就是 你的目标很明确 你想要的东西 你自己是 心甘情愿 甘之如意 这个就是你 你要保持 保镖国王的这个气势 OK 因为这两个仆人 我个人会感觉 某部分来说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能量场 散发出来 有一种 嗯 不好意思 让我想一下 我要用什么形容词 比较好 有一点像是说 你看哦 这边是一条云 但其实这象 真的是一条路 我总觉得 这两个人 很像是 你必须要去跨越过的 你自己的缺点 或者是弱点 或者是不擅长的地方 OK 你不能让这个阻挡你 我的感觉 有点像这样 这张牌卡的能量场 就是有点呈现 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一路走来 这个可能是你的缺点 这个可能是你不擅长的地方 你要站在他们前面 你如果让他们两个 站在你前面 那你就永远会看到 这两个东西 一直站在你前面 然后就会让你 能够裹足不前 OK 所以这张牌卡 是一个女祭司 OK 这个女祭司 就像是一个 这个是师父 这个师父 坐在这个椅子上 OK 在数着他的佛珠 OK 这张牌卡 给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你看 这边又有一条路 又有这个箱走出去 他们要你 能够冷静沉着下来 去思考 你要怎么做 一步一步的去细数 就像这个数 这个佛珠一样 这步要怎么做 今天要念多少进度 怎么样准备我的履历 或者是怎么样去 跟这个人进行合作 怎么样去商讨 跟沟通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你的算盘 OK 你的佛珠 一步一脚印 稳稳的去做 这个就是你在过去 必须面对的这些状况 OK 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是权杖女王 OK 所以这个权杖女王 我刚刚有跟你讲 你看 现在变成是 这个皇太后 在这边 拿着这个权杖 有两个侍女 一个帮她撑伞 一个帮她拿着她的香炉 这张牌卡 就是我要跟你讲 这个香炉 给我有一种感受 意思就是说 原本走的这条路 她已经开始 慢慢要进行一个顺遂 这个香炉 甚至给我有一种感觉 有一点像是 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 我跟你讲 虽然香炉 跟头衔没有关系 或者是跟你的这些 得到的症状没有关系 但是我总觉得 这个很像 是一个那种官人 就是达官显贵的 那种官人的这种 这种一种象征 对不起 有些时候 这个能量只能意会 不能严重 我尽可能用我 能够形容的是 这个方式 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 了解一下 好吧 OK 然后你注意看到 这边是一个孔雀 孔雀终于开平了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 这边差不多 来到这个现阶段 应该会有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状况 OK 好 所以呢 接下来你的挑战牌卡 是这个塔牌 OK 这个塔牌 在这里 是这个全壁女王的验证牌卡 这个塔牌 上面是一个雷公雷母 正在想要办法 打垮这个塔 对不对 OK 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到 这个塔 超级无敌厉害 屹立不摇 即使两个人都出马 还是没有对它造成 任何的杀伤力 OK 顶多掉了几个砖瓦 OK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有跟你讲 你要如何能够独立出来 OK 你要如何让这个东西 能够更长久的经营下去 还有如何 比较受到别人的影响 因为这个雷公雷母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别人对你的打击 对你的批评 对你的看法 对你的说法 就是想要摧毁你这一股 不是这一股 这一栋很稳固的这个堡垒 OK 所以在未来 你的验证牌卡 是这个圣杯女王 OK 这个圣杯女王 验证你未来这个能量长 其实我觉得非常之好 这个圣杯女王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如何驾驭 在你的情绪之上 OK 因为我觉得你在下一个关卡 比较有点像是 情绪之上的东西 因为接下来我总觉得 你在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会遇到一些 其他的课题存在 所以这个圣杯女王 给我的感受 比较像是 驾驭在情绪之上 OK 好 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天使根据就有什么 而为了补充讯息 给我们射手座的朋友们 好 首先这张牌卡 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 这张牌卡叫falling OK 所以象征的就是改变了 OK 他们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改变会在后面 所以你不要太担心 OK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去担心 害怕未知的事情 OK 他们要我提醒 射手座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最可怕的并不是真相 而是未知 对不对 OK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说 放榜之前 你是不是很紧张啊 因为你就很紧张 因为你不知道 说我到底这次会不会考上 或这个公司 到底会不会录用我 所以不要太担心 不要浪费时间 再感觉说 我好像会落榜 我好像会失去 我好像会怎么样 他们说 这样子的能量场 会让你整个人 好像被往下拽 就好像被拉下来 所以他们说呢 记得 这个想法 一定要做一个改变 不用忘了 我一开场就有跟你讲 我觉得你心胸要敞开一些些 OK 想法要稍微正面一点点 OK 而不是只是去想 这些不好的scenario 在里面 OK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 不要被你的未知 让你裹足不前 或者是不要让这些恐惧 或担忧呢 让你自己整个人 心情都荡下来了 好吧 OK 这就是最后 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的 这次的 双中能量运势 拍卡解读的讯息 希望呢 以上的这些内容 可以帮助到我们 射手座的朋友们 也非常感谢 射手座的朋友们 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那我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